翻到前面來 我看一下時間 應該可以 往前翻 往前翻的話應該是在那個第189頁 隨意聽喔 這個都是同學問的喔 同學會問就代表他不太會做 他不太會做 你應該也不太會做 189頁 你猜同學問哪一題 你猜喔 這裡有三題 你猜哪一題 你叫那個 189頁有第十題 你有沒有看錯 他不是問豬豬那一題 他也不是問頭籃那一題 他問哪一題 你知道 他問第十二題喔 這十二題挺重要的喔 這個題目我當學生的時候就有了 我現在帶你把這個題目看一次喔 我覺得你們是看不懂題目喔 他說有一個二次藍數fx 叫做as平方 然後再加上vx 再加上a分之1 安靜安靜喔 我來 要跟我有互動啊 來在x等於3的時候 有什麼值 有最大值 叫做誰 叫做8 那這個題目他也很單純 他就問你說 請問喔 小a跟小b是多少對不對 好 這個題目我當學生的時候就有了啊 你要不要想一下這個題目 你們回去有做嗎 根據我個人教學經驗喔 八成的學生回去應該都沒用做 真寧頭如果不帶你做 你們應該不會做行李吧 把這句話畫起來 來 告訴我這句話再講什麼 拋物線他的開口方向 有兩種 一種是開口朝上 一種是開口朝下 來 請看我這邊 請問你從這句話裡面 你應該可以判斷得出來 在s等於3的時候有最大值8 代表這個拋物線開口是從哪裡 下 對不對 你開口朝下你才會有三頂 才會有最大值嗎 你如果開口朝上的話 怎麼會有最大值 你最大值就跑到無線大去了 對不對 他往上就無線延伸喔 所以從這個地方 安靜安靜 來 放到這邊 這一句話再暗示你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這個拋物線開口朝哪裡 向下 然後第二件事情 它在暗示你什麼 在3 8那個地方產生 就是至你的最高點 所以它在暗示你什麼東西 你的頂點座標是誰 3.8 對 3.8 對不對 你的開口向下的拋物線 你的頂點座標是3.8 在3那個地方你的高度達到最高 它的意思就這樣 像這種題目 來 我教你 它做法很多 我提供一種做法給同學當參考 仔細聽 好 你先告訴我 要畫的拋物線 應該先把它什麼東西畫出來 要先畫它的什麼東西 應該要先畫它的對稱軸 我問你它對稱軸是誰 S等於3啊 先幫我把對稱軸畫出來可以嗎 然後它的頂點在3.8 來 把頂點抓出來 3.8 開口向下的拋物線 跟著畫嘛 對不對 開口向下 大概是這種感覺啦 對不對 我們畫圖是幫助我們思考 對不對 好 那你告訴我接下來怎麼做呢 請你告訴我 來 這個頂座標是誰 哇 你不會不知道啊 這個頂座標是誰 0 多少 1分之1啊 來 寫上去 0 倒點 1分之1 對吧 這個1分之1是它的Y級距啊 然後同學你要再注意到一件事情 拋物線是左右對稱對不對 我們先來覺得這種拋物線 它跟它的對稱軸是左右對稱 那這個長度是多少 你說這個長度多少 這不是 這個長度看不出來 這長度不是3嗎 所以這長度是3 請問你這個頂座標是多少 嗯 這個頂座標看不出來嗎 這3 這6 然後多少 A分之1 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下個問題來囉 我現在已經把題目的所有條件都用圖形呈現出來 請問你A跟B怎麼算 3帶進去會等於8 這個點不是在拋物線上嗎 所以來你跟著我寫 A4 3 3帶進去是多少 3的平方9 所以9個A加3個V 再加多少 A分之1 等於多少 等於8 對喔 我要解憐力 你懂嗎 你知道我這種題目多無聊啊 解憐力就好了 來 那我問你第二個點你要帶誰 我只要兩個關係是解憐力就出來了 另外一個點是誰 你說老實我帶0A分之1 這帶進去沒有用 因為帶進去真的會成0 所以你要帶哪個點 帶6A分之1 6帶進去 來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如果帶6這裡是多少 36A 哇靠 36A 加幾個V 加上6個V 再加上A分之1 然後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A分之1 這樣沒有問題吧 然後這裡等號左右兩邊都有A分之1 我們可以用等量減法對不對 把它處理掉 兩邊都同減 所以36A加6V等於0 簡單來講 6A加上V 是不是會等於0 所以V會等於1A V會等於-6A 哇 人生真美好啊 像這種題目對不對 V等於-6A 你告訴我要怎麼解 國中書學喔 這個要怎麼解 帶回去解啊 帶回去哪裡 這裡啊 帶路消去法嘛 對不對 V等於-6A 帶回去 我解給你看喔 我寫來這邊喔 這裡有9個A 加上 V是-6A 所以3V是-幾A -18A 對不起 來這裡 減掉 18A 然後再加A分之1 哇靠 A分之1 然後檔給多少 檔給8 欸 解這個A 不會嗎 來 9A-18A是幾個A -9A 再加A分之1 是不是檔給8 好 好 那你告訴我國中文 我們怎麼解這個問題 哇 欸 接下來你要告訴我國中文 你學的東西啊 兩邊同層A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變成-9的什麼東西 A平方 加上1 會等於8個A 把它移向 9A平方 加8個A 減1 檔為0 哇 這一題我要做出來了 欸 接下來做什麼 十字交成啊 十字交成這裡應該是9 這裡是1 然後這裡是1 這裡是1 交叉相成要出現8A 所以這裡是加 這裡是減 知道我在解什麼嗎 所以這個分解之後變成 9A怎麼樣 9A減1 再乘上A怎麼樣 加1 沒有問題 欸 可以齁 你先看一下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請問你 我的A解出來幾個答案 其實是兩個 我的A解出來是多少 9分之1 或者是多少 -1 欸 可是A可以等於9分之1嗎 不可以 因為這個題目拋物線開口要向下 所以A應該怎麼樣 A是負的 所以A等於9分之1不合 9分之1把它劃掉 所以A等於負1 A等於負1 那請問你 那B應該等多少 B不是負6A嗎 所以B是多少 沒有啊 考試就這樣做 這種題目一點都不難對不對 你知道這整個題目最關鍵在哪裡嗎 就在這句話 這句話你看得懂 這一個題目就破解掉了對不對 這句話看得懂 這一個題目其實就解決了 其他的都只是算而已 這樣了解嗎 我看一下我答案有沒有錯 應該怎麼樣 A等於負1B等於6 沒有錯 來 有沒有問題 可以 喔耶耶耶耶耶耶 我說你沒有問題加A分之1 哪裡哪裡哪裡 就是上檢下 9A加上B加A分之1 等於8 等於8 啊 B不是負6A嗎 我把它帶進去 我把它帶進去 用帶入消去法 這個把它帶回去 然後就可以把A解除完 然後B就解除完 欸這個題目年紀很大 我當高中生的時候這一題就是 你看歷9年輕 到現在都還在課本裡面 你就知道這種題目很重 黃色的看不到 黃色的看不到 黃色的這裡哪有黃色 這裡啊 這個 黃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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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嗎 這裡嗎 A是九分之一或者負1啊 好 阿B叫等於6 欸橘色的會看不到 真的假的 我想說橘色的還蠻亮眼的 好吧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來 我請各位謝謝